今年夏天是一个分手期 戏属娱乐圈 曾经的模范情侣 接二连三的分手 景博然尼一 马思成欧豪 杨子琴俊杰 曾经爱的昏天暗地 分手决裂的干净利索 包括去年的陈祥羽毛小童 也是如此 从古至今南尊与飞的 是一直存在的 在爱情里更是表现得明显 对于女人来说 爱一个人就是满心满意 要跟她一起过日子 爱一个人就是把她的信 藏在皮包里 一日拿出来看几回 哭几回 吃想几回 爱一个人就是在她直闺时 想上一千种坏可能 再想象中经历万般劫难 发誓等她回来要好好发她 一旦见面却又什么都忘了 爱一个人就是在众人暗骂 讨厌 谁的咳嗽 你却急到 哎 他这人就是记性坏了 我该买一瓶穿背 琵琶膏 放在她的背包里的 恨不得24小时 把心放在她身上 从头打完给她打理好 她没有错的地方 其实犯的错也会被原谅 随着时代的变化 男女逐渐平等 女人不再是以男人为中心 是是为她着想 有了自己的事业 自己的爱好 给了自己更多的时间 所以在爱情里 如果你爱我 我会更加爱你 如果你不爱我 也行你 马上离开 去年分手的毛小彤 与陈翔 女方彻夜搬离男方家 果断地拒绝男方的求和 这不仅是人品大好的表现 更好爱自己的变现 对于分手这件事 从始至终 毛小彤做的比陈翔 这个男人要助 像个爷们 手起刀路 敢爱 也敢分 毛小彤如此种种 像极了以前在奇葩说 马力威说过一段话 我爱着的人我不后悔 我爱过的人我不诋毁 这是一种帅气 又让人心疼的感情观 爱你使我义无反顾 毫无保留 分手时纵使你伤我入骨 这结果我认得 老子走 你没留 一辈子很长 总有一两个渣男 让那些好姑娘成长 错的人就当是未对的人挪一指 你只管头也不回 因为爱情之所以有魅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